Masticphoto.hk的Q&A 吃了藥 個人頭暈腦象 所以選一些輕鬆的東西來答一答 Only就是最近想入G35mm用Sony A74 太幸福了 海洛這樣的品牌給你 他說想入G35mm 如果不買G Master的話 有什麼可以介紹一下呢? 海洛那麼多你選擇 我們已經撇除了Man4的鏡頭 然後想想Sigma有3支 騰龍有1支 三揚有2支 Sony自己有1支 有多少支? 有6支?有7支?有8支? 不知道有多少支 首先我想說一說 如果你是挑給對相片質素 有無限深度的追求 再加上你有原廠程式結構的話 其實這支351.4呢 是真是一支很厲害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不買呢? 有沒有原因呢? 錢還是貴還是 很討厭G這個字呢? 其實除了錢之外 我找不到的東西挑剔它 你也知道是厲害的 又細支 又輕 又濕 又輕 又輕 由頭去到中間 不是美的 剛圈 最大去到中間 一定是超級漂亮的 四邊角都濕透了 對啦 還有它是G Master裡面 它算是細支的 哈哈哈哈 OK啦 OK啦 對啦 但是那個價錢定位 實在是 我作天花版 12000元買支 35G Master 定招 就 心裏面又略然有點不好 所以 剛才Colin也說過 有Sigma 有Sam Yang 有騰龍 幾個牌子其實就有幾個不同的趨向 我就會先講一講 就是就好像 你真的需要到G Master的Sharpness 我會建議你買Sigma 因為Sigma的硬的程度 和它的上面質素 Sharp的程度 它是比美G Master 但是它的重量 甚至乎更重過G Master 因為現在G Master renew了 另外 如果你是騰龍粉絲 我們經常都說 騰龍和Sony的接合是沒有的 因為是半個親身仔 但是如果我定招鏡 又沒有什麼需要買騰龍 因為它又不是特別便宜 有的 有Marco 有Marco 對呀 1比2Marco 這個我給你一個原因 如果你找藉口 但是還有一件事就是Sam Yang 不過我不認真看 我都不知道原來只是Sam Yang 本身 它已經有3支35了 有這麼多嗎 4支 計3支是對的 因為那支第一代 就可以不理了 沒有 不要看 不要看 第二代 另外還有兩支 就是1.8和1支2.8 2.8那支有點舊 3、4年前的時候 就是有一支跟尺寸一樣的 還要再餅鏡一點的 有一支這樣就是鏡 但是後期1.8那支 其實就又Sharp 又輕 又大支一點 又便宜 所以其實我就會說 你究竟你在選 因為海量 除了價錢之外 你要告訴我們 究竟其實你是想追求什麼 而不同品牌 就代表不同的東西 首先我們講最Sharp的Sigma 有三支鏡子 你選擇的 有1.4光圈 1.2光圈 和2光圈 2光圈 那支是細支 細支 輕和便宜的 還有都很有Quality 這個真的是 是不是叫性價比 性價比包上拿出街之王 即是冠軍來的 這支真的 冠軍到不得了 2光圈一定足夠 不如你對上面質素 再提高一些要求 當然是1.4 或者1.2 因為1.2就比較貴 因為1.4不划 重量又不是差不多 但便宜了一點 但1.2其實也算划算 1.2光圈 即是大盡全場的 都只是8,500元 這個是Sigma上的理解 就是選1.2 或者3.5mm 而小 大光圈的分別 另外 三陽那邊 剛才說多得東西給你選擇 其實它的旗艦 標價都是5,500元 但是你再到下面 那些35.8 然後還有一支餅鏡 價錢新貨是2,300元 容易地打贏那支賽斯 而騰龍那支普遍地 又不是特別大光圈 除了輕和小之外 那是2,200元 那這個情況之下 我就覺得 你不是為了拍Marco的話 你有沒有什麼需要找他 那在幾個牌子上 Colin你有什麼選擇呢 我就會很計較你 是不是跟女朋友去喝茶吃飯 譬如星期六 假設玩笑一下 那你可能是不是要拍一些close up的東西呢 但是又夠拍大光圈 那其實是一個極極的位置 如果你要拍一些close up 一鍵餅加一個咖啡 這個是不是很重要呢 不重要的話 就可以放下騰龍 因為騰龍是演八光圈的 那就是可能你某個 本身的人像 都不是很夠淺景深的拍女朋友 因為假設 輕便的方法去出街拍照 是跟女朋友拍拖最需要的 好啦 放下騰龍Marco去想 接著就去到 就說三陽先 三陽35 2.8 比較經濟重 甚至乎你不買 新鏡的二手都 現在都買不到 甚至乎沒有了 二手 那接著再上是1.8光圈 我就會大力推薦1.8光圈 因為性格比超高 夠輕 210g 嚇死人了 又有淺景深效果 非常之好 那如果你是再推上一些 拍完影片 就應該走1.4的 因為他都不是太重 1.4這個 很好的對焦效果 影片拍照已經是 去到很純熟 所以這支是其中一個 1.4光圈的選擇 接著就走回去Sigma 那都是選擇 都是說一件事了 35 2 這個抵用 細枝 品質也好 全面都濕了 要是就追求極枝 35mm 1.2光圈 重就有得你重 貴又不是特別貴 所以就是這幾個方向 大光圈就是Sigma 那講完這麼多之後 其實我唯有用秉除法 哈哈 因為你正在用A74 那你用到剛才Colin 說頂盡那些Sigma 1.2 和G Master 我會先放走 因為如果你是告訴我 10你拿A7R 或者A7R 即是高像素的話 我也挺肯定 叫你快快去買 G Master 甚至如果預算太高 就找支Sigma定一定 但是譬如說 如果你是說這個 入門Full Frame 他就說自己 3300萬的話 還有其實我永遠覺得 就是35mm這個焦距 是一個鏡頭蓋 即是長期你都刺在相機上面 是一個Snap的焦距 和人眼很相似 一Lix 他就按 所以其實我會覺得 價錢和尺寸 在我心目中 是先決的 如果你是偏向要有質素 要有外表 要有介紹程度 而有細枝的話 Colin所說的這支 35mm2 這支Contemporary 其實我是很買的 但是當我認真看清楚 喂 那這35mm2的話 其實價錢 就四千五元左右 一放過來的話 我就看到 喂 Sam Yen 有優勢 是呀 又好像 因為Sam Yen 他四邊角不是那麼特別 但是足夠解像度 但是我用過 我覺得真是輕如無物 真的沒有負擔 可以隨時拔出來 即是對焦都可以快的 是視頻 你要等一等它 但是其他絕對沒有問題 即是視頻不快的話 是OK的 這支又真是好像 因為二百件十克 我記得用過 是戰無不勝 即是轉身上下左右都是快的 是的 那所以 如果你想問我自己選擇的話 因為35mm 我很少是拍一些非常鎮定 要看紋理的東西 通常都是 跟自己的女朋友 或者身邊的家人 拍人像 然後有一些背景 兩個可以調合 而大家其實不需要 皮膚的東西 戒掉手 一定要見貌貌的 反而使用一個自熱效果的話 其實我會反而走回來 看便宜一點的幾支 要不就是 就騰龍這支35.8 甚至乎這支35.8 甚至乎這支35.2.8 就很入門2千2.3億 然後反而 騰龍這支 雖然它是2.8 但其實它是2千2.8 也不用 很划算 這支也很有功能 對 所以我會說 如果我只是找35mm 作為一支Snap鏡 我不會買到G Master 或者剛才Sigma 那些 藝術系列 因為你拿出去衝撞 做鏡頭蓋 那這些2千2元 就算好像Sam Yang 那些都是2千2元左右 都是2.8 其實擺明就是 西拜西來按什麼 其實很足夠玩的 你要購買多一點 那你便弄一支 點發 又夠錢景深 又可以收工圈 要購買 如果你再覺得不足 對上面再多要求 但依然保持小 的話 就是你知道 3.5.2 那其實普遍都已經 夠你一段時間去玩了 Joy 你說得很對 你正正在說 那個價錢的排名 根本這個世界 真的不能離開 錢和質素 輕便程度 是慢慢一卡一級上 真的 從價錢去選擇 其實都是一個 好的方向來的 是啊 所以就看看你 逐步逐步來 當然他就不是手動鏡 你屬於那麼多 只可以等升值 但是如果你問我的話 可能真的取一個平衡者 你如果不是開工 不是因為工作 就放棄了一些 G Master 和一些R Series 之後就看看你的預算 那是2千多元 還是去到4-5千元 其實這裡已經夠你慢慢玩了 鮑羅萬人 好 今集到這裡 大家看完影片之後 可以去Plastikphoto.hk 選擇 ARCH HALLEP的12mm移光圈 APS-C鏡 有Sony E-mark Litcon Z-mark AM43 Full CX-mark 以及Canon M-mark 如果有需要用Y-angle 大家可以去2萬元選購 都只是1,120元 若然不夠Y的話 可以選擇 10mm 5.6 fixed光圈的魚眼鏡 都是提供APS-C的畫面 另外再不夠Y的話 可以再選擇這個 7.5mm 2.8光圈 嘩 更高一點 魚眼鏡 亦都可以提供到APS-C的覆蓋面 都只是880元